我們等一下會吃到的是 布拉伊 櫻花蝦跟小卷 那等一下呢 然後再去吃海鮮 對 應該先來這邊試吃一下 謝謝 這個是什麼飯 布拉伊飯飯嗎 對對對 然後它有三種醬料 OK 今天我們來到了宜蘭的西河水產 這一家西河水產是漁獲的觀光工廠 然後它有很多非常好吃的餐點 還有賣各種各樣的加工漁獲 來跟著我們一起逛逛吧 當月壽星免費入場哦 所以爸爸他們自己有帶票 我們要買四張 它是兩張票 然後這個活動 DIY三選一 然後它二球走 一樓二樓 所以我們要去二樓可以吃東西 三樓是四級 我們要去甜媽媽海散廚房 西河水產 這是Aden很想來 對 他很想來 好 因為可以做那個 自己汆燙海鮮 然後做什麼鮮肥 二樓 二樓吃東西 先吃個東西好不好 水產 哇賽 人還蠻多的耶 這是 可以直接打到自己吃就對了 蛤 這裡還是可以直接打自己吃嗎 要煮吧 喔 這是DIY食材 我 然後再進去 點這個套餐 魚滷肉飯 這邊 這邊 給他看 喔這個 魚薯條 還有 蘿蔔蘿蔔糕 這看起來不錯 對啊 啊這個啦 這看起來也不錯啊 哇這個還有 這個 呵呵 這個我想吃耶 那 那就是一人一份啊 馬頭魚飯 看起來很厚 這個喔 這個看起來 我現在抽 魚套餐 小家庭最超值 我們點一個 海戰客餐 然後 然後 雙人魚套餐 雙人魚套餐 好 他 說現在的人比較多 然後 然後 要先點餐 半個小時之後才可以 才可以吃 所以我們先點完之後 就先去 別的地方先逛逛 所以現在媽咪他們在選 自己DIY的食材 好就這樣子 選完海產了 所以要去DIY 對先去DIY 外面要綁起來 這是我們剛跳的海鮮 然後他的門票就可以直接摺底 所以我們這邊等於付了90塊 喔是喔 因為他是把我們門票的那個摺底券 就是摺底 因為我們剛進來不是有買門票嗎 對 然後買門票的話就是會有付摺底券 90塊 這邊是 原本是590 然後因為他摺底的話 就把那個500塊摺掉 看一下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 好 所以這樣是90塊 摺底就付了90塊 著裝完畢 著裝完畢 好我們要進去囉 好這樣可以了 好這樣可以了 放下去之後轉過來 OK 這邊有時間 這地方有說 要煮國酒的時間 這邊都很好 環境整個很舒服乾淨 而且裡面這邊不會熱 這邊有 抽風機會把一些熱氣水蒸氣給吸出去 然後 這個門稍微打開 他就會冷氣還會一直進 然後這個起司 三分鐘 三分鐘 布拉伊的高湯喔 喔這裡面是布拉伊的高湯 哇要跟觀眾講一下 いい呢 好快喔 準備好了 喔喔喔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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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這個是 這只要15秒 魷魚子要15秒 1,2,3,4,13,14,15 放這邊嗎? 謝謝 這個淋湯 淋湯 定鍋裡面有湯 這什麼高湯啊? 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菠蘭蜜糖 好,謝謝 掰掰 謝謝 調味 我要先吃這個 等一下啦,等一下 你再吃什麼 哇,好餓喔 好吃 硬吧 好吃嗎? 很好吃耶 很好吃喔 很好吃 好好吃 這個三毛 秋大尾 我們是沒點到嗎? 這魚子還要三間 這魚子還要三間 干貝可以吃 超大顆的干貝 小卷 帶殼鮑魚 魯魚肉飯 烏拉魚羹 這是碼頭魚 炸小卷圈 這是剝皮魚 這是剝皮魚 這是炸魚薯條 汆燙白蝦 我要先吃它的 干貝 好 這樣就不用 那你夠嗎? 好好吃喔 干貝 好好吃喔 好甜喔 魚滷肉飯 好甜喔 它羹湯 好像也沒什麼調味 就是只有布蘭皮的味道 它要自己夾出 對,就感覺要自己夾出 先來吃它的 超大蝦 這蝦子真的很大 對啊 很大耶 兩個一直盯著我 是怎樣啊 哇,好好吃喔 麵包是吃蝦很容易過敏 但是它吃有些蝦子是不會過敏 不知道吃這邊的會不會 因為我們去日本吃的時候它都沒有過敏 那台灣的有些蝦子就會 有些就不會 來啊 再吃大蝦子 嘍 我也要吃耶 好 來,吃鯿蝦 有塊 這是那個雙人套餐的銘衣館 看看 看你鋪蝦 高麗菜很甜耶 它是用高湯去煮的嘛 好過癮 怎麼吃進去啊 很好吃耶 很好吃喔 很好吃耶 高麗菜加這個好好吃喔 沒有誇張吧 鹹蛋超冷 過去看看吧 好滿足喔 等一下 掛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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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理他 幹嘛啦 這裡有花園蠻 蛤 花園蠻 這裡有三個花園蠻 這裡也有 這邊有一隻耶 小角落這裡也有 真的耶 你好厲害喔 我們吃完走出來二樓這一區就是漫畫 這是它成立這個稀爾水產的漫畫嗎 對 歷史 一個故事齁 對一個故事 漫畫完啦 然後他告訴我他第一代是誰 這是第四代 然後第三代 第二代 第一代就是 西盒 減攀 碰頭 有 比較快的啦 要不然魚子會打的魚 所以他才是創詞人 這是他兒子喔 好好玩喔 這影片 就是他們的一些 包裝過程 生產過程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他們的歷史 我們現在二樓 可以看到一樓這邊 他在 生產線 我看得很乾淨 欸欸欸 他在揮手 他跟Adam他們揮手 他們有理我們 有啊 我剛有看到啊 他在撈那個櫻瓜蝦跟布拉奇的 有人玩嗎 看得很認真是看到了什麼 有沒有看到什麼有趣的 我覺得 不錯啊 就是有 告訴你說 那個 布拉奇 就有些人就是在那邊 一直在爭論說布拉奇 就是你補了很多布拉奇的話 就是 魚來不及長大 可是其實 沒有 沒有這種事情 就對了啦 反正 還是 布拉奇它不是 所有魚類的魚苗 對 不是所有魚類的 這是三樓水產區 所以觀眾你們來的話 要先來這邊 對不對 應該要先來這邊啦 因為我們剛剛是肚子很餓 對 我們就先跑去吃海鮮了 應該是逛一輪玩之後 然後再去吃海鮮 對 應該先來這邊試吃一下 這個是什麼拌飯 不讓一拌拌嗎 對對對 然後它有三種醬料 OK 你看 來這裡留小魚拌飯 來小魚拌飯 來小魚拌飯 怎麼可以吃 我吃一下 然後就是這個 把它拌飯 看你是不是軟 嗯 又有海帶 嗯 不錯 它是熟的 然後蘋果是放在熱香冷凍 然後呢 可以硬來 就可以直接拌飯 對 然後你現在呢 全館都是九五折 你只要有買 我就送你保麗龍香 保冷器 讓你帶走剛才十小時 幹嘛 那要買一個 哈哈哈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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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她頭又痛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看一輪 我們先看一輪好不好 你來決定要買什麼 一起買 一吃 一吃到就要買 胡拉魚蘿蔔糕 魚膏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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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產品很多耶 它這有的產品就是在樓下的餐廳裡面 你就可以吃到 然後吃了你覺得好吃 就可以上來樓上買 非常棒 可以要就是 我幫你用 來吃吃看 好香喔 很香耶 我們剛剛吃的那個 嗯 淡水 海水白蝦 剛剛在那邊濕了 直接燙了 來我們來給觀眾猜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不告訴你 這個是什麼 猜對了嗎 猜的對了嗎 這兩個 看起來長得很像對不對 其實它們不一樣 它叫做小卷 所以小卷 長大變透抽 小卷 小卷 小卷長大 變透抽 所以 不管怎樣都講得對 先貝 肉吃啊 是餅乾 對啊 你會覺得是誰 啊 好不好吃 出來了 我們離開 要離開西河水產 西河水產 西河水產 非常值得來 我覺得不錯 來這邊吃 吃吃 喝喝 對 然後可以就是 我覺得它也可以算是一個雨天備案吧 因為裡面就是 如果 來了時候 就是下雨的話 就是裡面 就是可以逛一下 然後可以試吃到很多 海鮮類的產品 對 那如果說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是你買了 它也幫你 包裝的蠻好的 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然後海鮮是真的很新鮮 很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 CP值蠻高的 因為我是 不貴 四百五 那一個 最貴就是四百五 對 可是四百五的那個 那個 那個set 那個set 看起來超讚 超讚 超好吃的 對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喜歡吃海鮮類的東西的話 真的蠻推薦你們到這邊的 對 值得來一趟 真的 對啊 好啦 那我們要離開這裡 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並開啟你的小鈴鐺喔 我們會介紹更多旅遊美食的影片喔 好 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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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